今天这个话题估计没多人关注 因为这个话题已经不新鲜了 或者说不是很热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我这算是 就是补课吧 或者说就是补充一下 之前大家问的这个问题确实 大家问的很频繁 或者说很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8月份的时候 我是比较忙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当时没有直播 但是这个挂项很多人问 所以说我今天算是没有直播热点新闻 把之前的挂项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解读一下这个日本核废水这个挂项 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问了很多 包括最近这两天还有人问 主要担心核废水会不会真的有影响 或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或者说它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没有多大影响 或者说非常严重 大家都很心里很忐忑 现在开始解读这个挂项吧 今天给大家解读这个挂项 其实就是之前大家问的 而且我看群里面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并且这么久了还有很多人反复问啊 而且就都希望我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最近就在这个群里面找这个问题 而且关于这个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这个问题 我在群里总共找到四个问题 有问核污水的 有问核废水的 很明显问的都是一个问题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像同时有多人找我问挂的话 那么我的原则就是谁是第一个问的 我才会用谁的这个时间来来来进行起挂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就是 问挂的时间是8月24号的15点32分 我起挂的时间也是这个时间 他问的问题是 群出预测一下 日本排放核废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是问日本核废水的 其实这是核污水啊 而我们得到这个挂像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个根据这个时间来起的 是一个横挂 代表的是横久的意思 它下挂是为迅为风 上挂为震为雷啊 就是为雷震的风发 然后二者是相依相助 然后恒常不变的一个一个挂像 故为横挂呀 这个横挂其实我们之前遇到过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开直播的时候 解了一个挂像 也就是遇到乌冬局势 其实是俄乌战争的一个挂像 那个挂得到也是雷锋横挂 也是乌洋发动便辞锋大国挂 所以说这个挂像代表的就是 横久的意思 所以说俄乌战争 你看到现在还在持续之中 然后是一场旷日持续的消耗战 而现在问日本核废者的挂像 又出现了横挂 很明显啊 我们第一项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就是这个影响 将会是旷日持续非常久远的 甚至难以改变 或者没办法阻挡 而且这个河飞水啊 随着大海的飘荡呢 也会风雨海或者风雨雷 相互的助力 或者相互推动 影响越来越大 或者越来越广 比如他的挂词就说嘛 就是横乌鸠立真 然后立有幽 说的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根本就没办法阻挡 并且这个挂像啊 还位于闲挂之后 所以序话站就说嘛 夫妇知道不可以不久也 过手之一横 横着久也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为闲挂之后嘛 闲挂描述的是少男少女 相互感应的事情 是感情的感情或者感应 心灵感应的一种感觉 然后就推移到夫妇知道了嘛 而且在迅速引发感情之后 接着就要考虑 夫妇之间嘛 考虑长久维持 所以说后面就是横挂 这就说明了 关于合肺者的排放或者影响呢 其实在之前 日本已经做过很多试探 或者预热了 其实也就是各种感应 或者各种试探 然后就迅速的实施了这种排放 这可能也说明了 日本在之前已经开始试着排放了 也为后期大量排放 或者大量 就是 为后期这种 持续化长久的排放 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影响 或者铺垫 而且根据他的团词来说呀 根据团词 这就雷锋相语 按周一正义的说法 就是说是 因为这个横挂是掌阴掌阴 掌阳掌阴嘛 就是 正为雷为掌男掌女嘛 就这个意思 能像掌阴掌阳 能像成立 这里掌阴掌阳指的就是掌男掌女的意思 指的就是风雷激荡 或者说风雷相互作用的意思 其实就是合肺水 随着风雷激荡 或者说四处 随着风啊 羊流什么的 四处飘散的意思 而且是相互推出 相互助长各自的威力 或者威态的一个意思 而且掌男掌女 代表的也是 这种影响是非常壮大的 包括这个挂词里面 团词里面 还有这个顺而动啊 周一正义里面说的是 动而无为也 也就是说是 震动而 动而无为指什么呀 就是震动而顺顺 无忧为你 所以说可横也 这也说明这个合肺水 随风飘散 无法阻挡 我没有办法阻挡这个飘散的 包括它下面呢 刚柔皆硬啊 也说明了 任何事物都会深受其害的 所以这样才造成这个事情呢 是恒久 这个事情的影响 或者这个合肺的影响 是恒久却不够避免的 包括还有一句 就是说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急 这也说明了 这种影响 就从团词这句话 也代表这种影响 会长久的保持下去 甚至于像天地一样 长长久久 不会停止 包括这挂词里面 还有什么利有忧望 中则有时也 这是 这个事啊 就是说因为这样长长久久啊 所以说 会忠则复始亡居无穷 其实这也就是 反反复复无穷无尽的意思 这也是一种影响 就是说 不光是长久 而且会反复 无穷无尽的一种影响 所以相思所说的 君子一地不亦方 这就代表着这个 首先个横挂代表着九眼 他意思嘛 就是说 面对这种情况 君子要学习恒久的道理 然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方向 这是横挂 挂相 相思说的一个内容 但隐私呢 我们这个事情就代表着 可能代表着核污水的 核废水的影响 或者污染是长久不变的 而且我们愿意 核废水污染的态度 或者说准备也需要长久不变 或者需要长期防范的 当然也可能代表着 就包括日本的这种排放了 或者造成的影响 其实也是 不会轻易改变他的立场的 也有这种情况 而且从当前的情况 或者当代代表当前情况的 这个动摇摇词 可以看到啊 他的动摇摇是六五摇 他的摇词是说 横其德 负人及父子兄 意思就是保持道德的持久 守正道 负人即享 男人胸前 其实关于这个摇词呀 周一正义就说嘛 吉德尊伟为横之主 不能置意 而戏应于二 用心专真从畅而已 负人之机 并且还说啊 这样不能够旁击他人 而父子之兄呢 说的就是 父子须置断事宜 不可专真从畅 故有父子兄 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 就是说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次核污水排放啊 作为站在国家角度的日本来说 如果说一心为了下面的企业利益 或者为了个人自私利益 而不顾其他国家利益的话 这样做法就像女人 顺从男人一样 是富人的做法 或者说是富人之人 而作为领导者的话 他就需要全面评估 或者说要考虑到他人 他的或者其他国家 或者全世界的一个安全 不能够一己之私 或者自己一家企业的利益为主的 这是一个君子 或者一个正常的领导者 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既然他是 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 甚至像富人一样 采取富人之人了 所以这样做法必然是凶险的 简单来说 一句话就是 核废水这个事情啊 或者说这个影响 对于日本自己来说 他肯定是起利的 或者对他是有利的 但对于全世界来说是凶险的 所以说他相似就说嘛 父子制裔 从父凶野 也就是说 日本核废水啊 是为了自己害了全世界 其实从这个 从父凶野也代表着 最终 他们这种选择 也会害了他们自己的 所以从这个六五摇 基本上就表明了现代态度 只是为了一几之私 选择了富人之人 或者想像富人一样 为了自己的小利益 而是凶害别人了 而没有担当 可以这么说 那么事情到下个阶段 或者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推摇法呀 我们可以看代表下一阶段的 下一摇 第六摇 他的摇字是说 震恒凶 意思就是 震动 长时间不停凶险 其实这个就不用解释太多了 就他大概形容的就是 核废水随着洋流 或者随着海水 不断震荡扩散 必定是凶险的 也就是影响必定很大的 这个我们不用过多的解释了 包括他的相识也说嘛 震恒在上大武功也 这也说我们这个核废水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 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的 或者面对这样大影响 这样巨大影响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或者可以有所作为的 就已经排放出去了 已经到了一个横挂的最上面了 非常过分的一个状况了 我们是无法阻止了 而且在这个事情发展过程中啊 他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决裂 或者决断的 因为这个横挂的 他这个护挂又是乖挂 则天乖挂 乖挂的是下挂为浅 为天上挂为阵 为责嘛 就是为责在天上之下 天上水气腾腾 欲降成雨 所以说成为乖挂 成为乖挂这个挂象 所以说乖挂就为决断的意思 其实这样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这样 这些核废水 有可能会被蒸发到天上 会造成全世界的污染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或者说有没有懂的朋友 可以科普科普一下 因为他的过程是一个乖挂 乖挂就是把水蒸发到天上 然后再从天上降雨的一个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或者科普一下 这个核废水会不会变成雨 或者进入大气层 进入天上而进入污染全球 而且这个责在天上啊 必然会下降成雨 因为责奔润下嘛 这也说明啊 这次日本的核废水 必然会污染全球的 毕竟从这种挂象 是乖挂 也可以知道啊 乖挂的挂象也可以知道啊 他是一阴居上 五阳居下 这种情况就为 一阴凌驾于五阳之上 这就代表着一个日本 污染了全世界的意思 或者说一个人的小人行为 然后让全世界 或者全世界的君子 全世界的积极正常的人 跟着受牵连 然后蒙受为难 就是一阴凌驾于五阳之上 也得表一个小人 凌驾于众多君子之上 再加上这个乖挂 还位于义挂之后啊 根据旭挂这样的说法啊 就是说 义而不及必觉 不受之义乖 意思就是这个影响 还是会不断积累的 然后才会决裂或者崩溃的 这也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可能现在啊 并没有很多人 并不是全世界反对 或者我们反对 但是全世界很多 包括协防国家不怎么反对 甚至于我们 可能是因为啊 他们还没感受到 河污水 河污水的这种影响呢 但随着日本不断地清到河污水 这个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 而且必然会影响全世界 然后让全世界人民买单的 这个时候啊 就会到了一个 必然要决断或者决裂的一个时候了 那么到底会怎么决裂呢 或者这个影响会产生什么的反应呢 很明显呢 这个这个乖挂的挂词啊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结果 乖挂的挂词就说嘛 乖 杨语王庭 符号有利 告辞义不利 忌荣 利由有往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吧 其实这个解释意思并不一定符合呀 他意思就是在朝堂上发表言论 然后当面宣扬小人的罪过 结成了大声呼唤 告诫人们危险一任存在 其实也差不多 告诫人们危险一任存在啊 从封义前来告知 不利于动用武力 如此有利于日后的行动 很明显这里就说的就是啊 就是说关于合费的影响啊 未来一定会是会成为一个在公务场合公开讨论的一个事情 或者会被公开讨论并被声讨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会有人大声几乎这次核废水的影响或者危险 虽然可能不会动用武力或者不会强力的采取什么措施啊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决定 比如说啊 一些命令或者一些共识之类的 会到达日本的 或者是会有统一的一个决定下达到日本的 并且从他的团词啊 这个符号有力 其微乃光也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可能到时候这种危险会成为共识的 并且这种不顾别人的这种清道行为也就积极可危了 可能大家啊 虽然不会采取强硬手段 但是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所以这种积极的态度啊 会令 有可能会令这次 冲到核废水的这种危险的行为啊 会终结的 在这个过程中啊 而且从这个相词 则上于天乖君子 以十路击下居德则记啊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像日本这样 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不顾全世界的这种做法啊 首先是会被大家禁止或者唾弃的 而且可能到时候还需要做出一些补偿的 因为君子需要十路击下的 或者说他做这种情况 他必须要做出一些赔偿的 应该做这些赔偿的 如果不做的话 肯定会被大家唾弃的 所以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赔偿 或者说一些补偿 一些赔款 有这种可能 或者做出一些补救措施 有这种可能 因为相词里面提到这个十路击下了 那么这次日本核废水 它最终造成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也就是这个核废水影响最终会有多大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 这个卦象中代表结果的这个变卦 它的变卦是泽峰大过卦 大过卦 我们其实解读吴东战争的时候也说过 大过卦就像中大的过渡 它下卦是为迅为木上卦 为对为泽 为水在木上之相 其实也就是大水淹没了树木的意思 所以说就是很过甚的一个行为 所以大过卦就是大为过甚的意思 这里的过其实就是欲 还有过时的意思啊 所以说这则大过其实就是大大的过时 或者说极大的一个过越或者过时的意思 比如在周一正义里面专门对这个这个大过卦提论嘛 说这个过为过越之过并非经过之过 过越其实就是非常的过分 既然呢 这次核费水影响这么广大 或者这么过分的 结果这么可怕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呢 其实就因为啊 这个大过卦 它是位于这个遗卦之后 西瓜战争就说啊 不一样则不可动过 受制于大过 所以这就代表着啊 这个事情呢 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遗养 或者一段时间积累 甚至酝酿之后 才会达到一个非常过渡的情 过渡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等于我们现在可能还感受不到 但是随着日本核费水又排要多 或者越来越扩散 它的影响将会是越来越大 或者非常过渡 非常巨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底会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大过的挂词就说呀 大过动脑利游优往 亨 意思就是啊 房屋的动量受到重压而弯曲 利于前去形势亨通 这就代表着这次核费水的排放呢 将会给全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就像房屋的动量被压弯了一样 而且根据这个挂线的解释呀 为什么大过挂代表的是动量被压弯呢 主要是因为啊 大过的挂线是中间四个洋窑 两边是两个阴窑 两头太弱了 中间太过了 所以说才会被压弯 这也说明啊 面对这次核费水啊 我们可能是无能为力的 或者说我们 我们的可控制的能力可能是极其为弱的 因为两边的洋窑 你很难控制中间的这种特别过分的洋窑 两头的阴窑 你很难控制中间这边特别过分的四个洋窑的 这个我解读核费战争的时候就说过 大过挂中间我们可以理解为河或者一个边界 两边可以 上下两个阴窑可以理解为河岸上的人了 或者一些事物了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大海两岸的人 也就代表着啊 中间是非常过分或者非常 因为四个洋窑嘛 非常过分的一些东西 但是两岸的动物 两岸的事物呢 确实非常柔弱的 这就代表着未来影响最大的将会是海边 或者说海岸线附近 或者沿海的一些城市 或者国家 所受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然很多人可能还会问了 就是说 为什么这里面挂字里面还说立有忧往亨呢 其实这里立有忧往呢 按照周一正义的说法呀 立有忧往亨者 既遭衰难 圣人立有忧往 以整患难 乃得亨通 故云立有忧往亨也 还说啊 就是说 此衰难之势啊 为养遥 乃大能 过越常理 以整患难也 故越大过 这也说明了 所谓的立有忧往啊 亨 指的是啊 到时候会有非常有能力的 或者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或者国家 去出手拯救这个患难 所以说也代表着必须有人出来管理或者制止日本的这种危险 或者危险全世界的这种行为 但是啊 在这个核废水培阳大海 我想全世界时候啊 对我们普通人或者说该怎么做呢 或者面对这个影响 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相词也就说了 相词就说的就是 君子一独立不拒 顿势无闷 意思就是君子从挂上的都都启示啊 独立而不惧怕 然后隐身顿势也不也不烦闷 这也说明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面对这个核废水的影响 我们只能远远的躲起来 或者静而远之 这些污染的东西 或者污染的一些水产品之类的 这样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别的做不了什么 只能躲起来 所以说综合这个挂项啊 综合这个挂项解读 其实整体上来说就是 关于这次核废水的排放啊 它的影响是非常久远的 甚至啊 可以说是与天地同在的 并且随着震荡又来又远的 又来又广的一个情况的 而且日本还会 日本的这种行为 还会是源源不断的 甚至反复进行的 所以影响也是反复加码的 并且它这个行为 是需要全世界买单的 而且最终也会激起 全世界的反弹的 会有一些决定 或者命令会到达日本的 日本可能也会停止这种行为 并且做出一定的补偿的 尽管如此啊 这个核废水的影响 也是非常巨大和过渡的 受影响最大的 就是沿海附近 这个事情是 而且最终这个事情 是需要非常有能力 或者非常影响力的人 或者国家去处理 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只能静而远之 或者各自自保了 就从卦象来看 它的影响 以及我们能面对 能做的事情 而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以上就是卦象部分解读 解读完之后 我们可以再用六窑方面 来对照一下 因为我解惯 一般都是卦象跟六窑相结合 而且只要你对一个卦象 把握精准的话 一般卦象跟六窑的内容 是不会有冲突的 或者甚至 各双方是有相互补充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 从六窑方面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个卦象是问 日本的核污水 对我们的影响的 说白了也就是问 这个核污水 会对我们造成什么的 伤害甚至灾难 所以这个卦象 其实主要就问灾难 或者伤害的 那么很明显的 他所看的用神 或者所看的东西 就是观鬼的 因为观鬼一般代表 就是伤害或者灾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卦象 他首先是观鬼 由金持世 观鬼持世 必然会有灾难 所以说必然是影响重大 或者伤害重大 甚至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至于这个单大不大 我们可以接着看看 这个观鬼 他又有 越见身经的一个帮扶 因为观鬼由金 又临这个 越见身经的帮扶 他是秋天 今往 所以说这就代表着 这个灾难 这个伤害 必定是非常大的 可谓是灾难级的 并且呀 他这个 四摇观鬼 又临沟沉 在六摇中 沟沉代表的是 陈旧的 老套的 过去的 当然也代表古板的 不灵活的 甚至代表坟墓 或者死尸等等 一些事物呀 同时他其实还有 不轻易改变 或者如如不动 很难变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观鬼 所代表的伤害 或者是影响 不淡忘 而且是非常巨大 而且是时间非常 非常久远 或者甚至于 持续很久 甚至已经 游来已久的意思 并且很难改变 或者不会轻易 发生变化的 这些呀 就这个危害 其实都跟核污染 完全一样的 并且从观鬼 临这个构成 也代表着呀 可能日本 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偷偷排 这个核污水了 或者是呀 日本的核泄漏 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早已经蔓延开了 或者早已经存在了 所以由这个观鬼 池我们可以知道啊 这次日本排放核污水 对我们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长久的 却是灾难级的 一个影响 那么 我们如果 紧一看这个观鬼 池水 是不是他的影响 就算完了呢 或者说 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 其实还没有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 这个观想动摇 又是五摇发动 五摇代表的是尊位 或者是帝王之位呀 而发动的动摇 又是观鬼神经 正邻这个越见深夜 非常旺啊 这代表灾难 或者危害的观鬼啊 就是临越见旺向 同时呢 他又临白虎 白虎又为伤害 或者凶恶之神 可见了 日本这次排放的 河污水啊 首先他的角色 肯定是上上领导 做出来的 再加上啊 动摇观鬼神经啊 又画出便摇观鬼油经 这为画尽的意思 也就是灾难不但 不但巨大 而且未来会进一步 加剧的意思 所以整体上来说 就代表着 这个事情 不但是灾难巨大 而且是进一步加码 而且是他们领导 做出的一个角色 而且这个污染 会伤害全世界 或者说会造成 很大的血光之灾 或者伤残之类的 事情发生的 可见了 对于日本来说 就是从这个五遥发动 也代表对日本来说 在他经视了当下的 核危害 或者核污染之后 他所做出的选择 是希望把这个灾难 进一步扩大和加剧的 然后是让全世界来承担的 或者会扩散到全世界的 或者这个危害 本来是可控的 或者本来是 已经对他造成很大的危害了 但他推积到全世界 或者说 又把它更推进了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变卦的 则峰大卦 其实还是游魂卦 游魂卦代表 到时候游走的一种感觉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也代表着这个东西是 扩散开来不可 不可为你的 而且从这个挂枪中 它的刺摇 动摇 变摇 甚至越界 都是关轨 这也代表着 这个核污水的危险 不是某一方面的危险 有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危害 或者说是多重危害 反复叠加的 所以这个危害是进一步加码 一步一步扩大的 不光是长久的 由来已久的 很难改变的 而且是逐渐加码 会一层加一层的一个危害 所以说 就个人来说 如果说我没看到这个挂枪之前 或许我会相信日本方面说的 仅仅是出于自己企业利益排完核污水 而且可能觉得危害并不是大 并不是很大 或者说自己的评估有错误 但现在看到这个挂枪 我个人是有理由怀疑 他日本可能就是要拉全世界一起承担这种核危害的 而且是明知道危害很大 是故意为之 而且是高层的意思 说句实在话 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来看 日本的居心 我认为是非常险恶的 而且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这种情况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当然每个挂枪 可能我们都会问结果 或者说什么时候才会好转 首先核固然是个非常久远的事情 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但是这种影响或许会有波动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什么时候可能会有好转 或者可能会是对日本的这种行为 有所制止的一个意思吧 或者日本可能减少排放 或者不带排放了 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情况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看 就是说 这是核污水的影响 或者说日本什么时候会被制止 或者有所收敛的 然后停止排放 或者减少排放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关轨代表危害嘛 能制止这种危害的 首先在挂像里面又是子孙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挂像 它的子孙是无火 虽然这个无火呀 得到日晨这个引目的一个生柱而旺 临日而旺嘛 但是啊 关轨是临越见的 誓遥动摇都是关轨 所以说关轨是非常旺的 所以这说明了 子孙无火 仅临了日晨 他要想克制 这个关轨 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反而越克越旺的一个状况 而且的关键是子孙又临这个腾蛇 腾蛇代表着虚妄怪一只相 这说明可能现在面临了确实变成很大的反对 但这些反对 其实 或者说他他采取的一些智力和务者的方法 或者一些包装 就是他对这些数据 其实都是有些夸大气词或者突有其表的 尤其是一些反对或者制止的行为 都不是都不是真实的或者有用的 而是一种虚妄的或者做出来的一个样子的 就现在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从实际上来说 可能明年也就是2024年假成年吧 可能这次核污水的影响会再次加剧的 这代表着可能明年的时候日本还会大力排放的 到2025年吧 也就是以四年的时候 尤其是2026年 因为四五位嘛 尤其2026年 这个平五年的时候 可能日本这种动作才会有所收敛 或者这种核污水的危害可能相对会小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原因 可能这两年 就是从2025年开始 这两三年或许 会相对来说危害会小一点 但是明年还会继续加剧的 所以综合下来就说 日本的这次核污水的排放 它影响是灾难级的 长久的甚至非常过分的 甚至是我们人类不能承受的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反复不止一个影响 甚至可能会永远伴随着这个地球存在的 好 这个挂箱也解读完了 谢谢大家观看